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身为大前辈的赵忠祥 无论是在主持节还是在路面眼中 都是非常慈祥和善的形象 据传 多年前在赵忠祥为吃奶的排练做准备时 他缠年定他的母亲定位 而他为了事业 放弃了陪伴母亲 走完人生最后旅程的机会 没能为母亲送中大概也是赵忠祥这辈子最遗憾的事了吧 但赵忠祥的形象 却因宠门而滚于一半 因婚外情被告上法庭 即日的一桩中间不得人的事 也悉数被翻了出来 虽然赵忠祥用几万块的赔偿了结了官司 在后来被曝光的录音事件 是使他在无翻身的余地 而他和善慈祥的面目也被彻底撕破 被骂人丑心更丑 丑闻曝光后 网友们简直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这么一个看起来如此沉稳的人 会做出这样的事 说他简直心身事犯了 什么叫之人知面不知心 更有许多网友在网上口注笔伐 有人骂他人丑心更丑 这也完全不算是委屈他 如今76岁大寿如此凄惨 在他的76岁大寿 没有得到任何一位明星的祝福 这样心口不一的人 也却是不值得人送上祝福 也有人说 他晚年落得如此境地真的有点可怜 但有阴闭灵火 这也是阴火轮回 报应不爽 有人说赵忠祥如今沉迷失此写作 也许 对他而言 这也是一个安度晚年的形式 曾十二次登上春晚 却被骂人丑心更丑 如今76岁大寿 却如此凄惨 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